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110组密露器提供易交协情使用 市长谢国良亲自到场颁证设备 也再次感谢每位易交同仁的辛苦付出 易交弟兄 加油 画面上是市长谢国良在警察局长张树德的陪同下 颁证110套密露器设备给易交使用 由于之前易交反应执勤过程中 常遭用路人入骂或有不礼貌的举动 因此市府特别配发密露器给易交 未来将成为基隆易交指挥书岛交通 推动行人友善的一项新利器 市议员何淑平 市议员秦珍跟市议员连恩典 都到场见证 感谢易交人员的辛劳 易交弟兄一方面辛苦 一方面没有适合的设备来保护他们 来保障他们还原现场的情况 那的确也有一些民众因为指挥交通的过程中 他们因为不理解易交弟兄是为了整个现场的顺畅 做出了某些判断 他们认为不合理 有时候甚至也会出言不客气 对易交弟兄会有一些不理性的作为 那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希望这个秘入器能够保障易交的弟兄姐妹 也能够保障相关的民众 让现场还原 也希望大家可以配合易交的一个现场的指挥 主要的目的是让那个路口 那个环境变得更安全跟更友善 那我们感谢方大队长跟我们所有的地交弟兄姐妹 还有我们这个潘德巴干事 他这个非常努力 大家都一起在为了基隆市的治安 为了基隆市的路口安全尽一份心力 感谢大家 有了这个秘入器以后 我想对行人或者是对驾驶朋友 也可以会更多的警戒 因为过去有部分的这个驾驶朋友 毕竟还不是很守规矩 我们有做过统计分析 这个市区的这个驾驶朋友是比较守法 那外地来可能不知道我们这几个月是严格执法 那有了这个可以对易交的这个执勤安全 获得更多的保障 首先我们感谢市长 然后局长 议员们的支持对易交的爱护 那因为我们有了秘入器以后 他以后执勤的时候 他不但可以保障易交同仁 也可以保障行人及车辆的各种安全 是 那我在这里就是谢谢各位支持易交 易交是真的很用心也很赞 大家都会以为说易交不是警察 所以说有时候在执勤勤务的时候 可能会有不太理性的一些说法 所以说现在有了这个秘入器呢 不仅能够保障我们行人 还有我们的驾驶 还有我们的易交兄弟姐妹们 能够还原这个现场 那也感谢我们市长的用心 让这个秘入器能够保护大家 今天我们市长非常关心我们易交兄弟 在执勤上的一个安全以及他的权益 所以说来执政这个秘入器 希望在执勤中 双方行人与车辆之间 如果有不愉快或是一些误解的话 我们以秘入器来做一个回看 我想这是一个实际的一个证据 我想这是对我们这些易交的同仁来讲 是最好的还原现场 以及有一些不太懂得这些规范 还是有的比较恶行的这些行人 或者是驾驶来做一个很好的判断及收正 我想我们易交真的是很辛苦 好好的来运用这样一个装备 然后来保障您自己 以及这些行人的安全 要谢谢你们 易交方面也都感谢市长谢国良 迅速回应他们的需求 提升邪情设备 市长谢国良也期望 在新配备的协助下 能保护易交同仁执勤时的安全 也维护用路人的权益 记者黄润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今年基隆市有八位校长跟园长 进行宣誓就职 由谢国良市长主持布达典礼 强调校长是学校经营成败的关键 期许校长在教育现场上发挥领导力 展现专业和热情 下一代的热情 这两个最重要的指标 来做评选的最主要考量 十年书目百年助理 教育是希望的功效 为我们的未来做投资 校长从来就不是一件 轻松跟简单的工作 感谢今天获聘出的八位校长 园长还有出席交接的六任前任校长 你们长期会基隆达到最优质的教育环境 画面上是基隆市政府举行的 112学年度校长园长交接布达典礼 共有三位新聘校长园长 两位连任校长 及三位转任校长 由市长来颁发聘输与派令 并进行硬性交接仪式 各界贵宾云集 包括议长佟子伟 在内的多位议员都到场 共同来祝福新任校长 也感谢退休校长 这两位退休校长 是中山高中郑玉成校长 与仁爱国小彭丽琪校长 现场的气氛隆重温馨 我要特别向我们退休的两位校长 中山高中的郑玉成校长 仁爱国小的彭丽琪校长 先跟您表示感谢 长期以来的热忱及付出 大家都非常的感动 我们是不是掌声 感谢一下各位 另外市长跟议长 也都期许基隆的学子 能够尽量在地就读高中 针对这一点 市长会持续来与基层导师 座谈了解原因 就是去台北上高中 这个的比率太高了 而且越来越高 那我觉得导师是这些孩子 最关心最了解的 而且最清爽 所以我需要跟未来的导师们 有一个对话 看如何在市府努力 不管是学习历程 不管是更多的 市府可以提供的资源 我们都要来好好提供 但是我们希望 最了解学生跟学生家长的各位老师 可以大家一同努力 让基隆可以更多的孩子 留在高中 留在高中 这个来救人 我想我非常认同市长 以及市政府 会给接下来要做个努力 我们在直辖市的旁边 我们要整合 所有教育的资源 发展我们的特色学校 未来希望我们的学子 我们的小朋友 都留在基隆市 让基隆市的学校 可以更有竞争力 这样好不好 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市政府主席 就一起努力 谢国良市长表示 感谢各位校长的付出 以及家长们对学校的支持 下一代的未来非常重要 鼓励学子 适性发展 在地就学 大家一起来努力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第29届一姓杯三对三篮球赛 在明德国中开打 来自各地热爱篮球运动的同学们 齐聚一堂 共同享受篮球盛宴 在各方的支持下 基隆一姓杯三对三篮球赛 来到了第29个年头 吸引许多爱好篮球的学生们 共同来参与 这个比赛非常注重礼貌 以及运动家精神 因此同学们除了球技之外 也要注重品德教育 开幕典礼上特别表扬了 有礼貌以及运动爱读书的同学 五轮国中高齐圈同学 齐圈同学 好来 5A++做文满级分 酷爱一姓杯 大家来 今年有位同学 五轮国中的同学 他这个打我们三对三之鱼 他还是一样可以努力念书 考上建宗 所以我们也觉得说 事实上 这个应该说是体育球赛 运动跟这个念书 是可以并行不备的 可以两者兼顾的 我也很喜欢打篮球 我虽然没有考上建宗 可是我有考上台大 所以这个 所以表示这个 运动跟念书可以并行不备 不要去做一些什么 像刚才讲的一些什么 吸毒啦 干嘛那些 那些对身体没有帮助 浪费时间浪费青春 打球有益身心 我想我们金融市议会 有一位国手运动的议员 叫做陈宜 然后他非常的重视体育 所以我们带动我们金融市政府 跟金融市议会 共同提升这个体育的风气 所以一姓杯 长期29年来 那么重视我们的这个篮球运动 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 跟着陈宜议员一起来参加 也来支持我们一姓杯的篮球运动 那其实我曾经 今天是29届 我曾经参加过第5届 第5届的一姓杯 我下次要穿这个 第5届的这个衣服来 我要告诉大家说 一姓长期的对我们的篮球运动 投入非常多非常多的资源 而且非常重视我们的品德教育 我想我们的小朋友 基隆的爱打篮球的小朋友 都对一姓杯不陌生 而且现在已经变成是一个 你如果没有参加过一姓杯 代表你不热爱篮球的一种风潮 跟一种潮流 我想一姓杯这样子的一个企业 我们回馈社会 那我想非常的感动 我们也非常谢谢一姓杯的 一姓的主席跟副总 长期的投入我们的运动 那我们希望未来 我们可以支持更多的 这个篮球运动的资源 可以让我们的三级制建立的更好 我想陈宜议员在我们的议会 提出非常多的建议 我想我们会继续努力 篮球是一个有益身心的运动 不只可以强健身体 而且可以锻炼我们这些年轻朋友的运动家精神 还有认真比赛的精神 所以我期待大家可以继续的对我们的篮球运动 能够继续的参与 经过多年的长期耕耘 一姓杯三对三篮球赛 已经成为台湾青少年爱好篮球的一个重要品牌 而且赛事中强调选手们运动家精神 与强健体魄并重 可为我们社会未来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暖暖区举行112年模范父亲纪好人好事代表表扬活动 基隆市长谢国良以及基隆市议会议长佟梓梓威等人亲自参加 恭贺获奖的模范父亲纪好人好事代表 包括国民党立委参选人林佩祥 无党籍立委参选人王醒之 以及民进党立委参选人郑文婷三个人 也在七个区的表扬活动中首次同台 向受奖人恭贺也抓紧机会拜票 争取支持 先到场的国民党立委参选人林佩祥是议员 逐一向暖暖区各里推举出来的模范父亲 以及好人好事代表握手恭贺 随后参加表扬活动的无党籍立委参选人王醒之前议员 同样也向获得颁奖的受奖人韩萱问候 而唯一出席第一场在七度区举办的模范父亲 及好人好事代表表扬活动的 民进党立委参选人郑文婷议员 则是因事延误快马加鞭赶到 立即投入合照以及恭贺的行列 三位角逐立委的人选在七个区的表扬活动中首次同台 向受奖人恭贺也拜票争取支持 兵家必争 开始散发出些许选举的竞争位 二 一 下一个 而在这场表扬活动中最引人瞩目的还是同时间获得 模范父亲的谷明伟以及好人好事代表的张海珍 夫妻俩同时获奖成为原住民之光 让参加的原住民式议员陈明健同感荣耀 觉得荣幸但是其实有很多人其实都比我们优秀 但是谢谢议员推荐我们然后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孩子或是以后的就是服事可以越来越多这样子去帮助更多需要的人 父亲节前夕暖暖区在暖暖定乡里民活动中心举行 一百一十二年模范父亲记好人好事代表表扬活动时 包括基隆市长谢国良 基隆市议会议长同志委 市议员林敏勋 联恩典 陈冠宇 陈冠宇 陈明健 以及国民党立委参选人林佩祥议员 五党籍立委参选人王显芝 前议员 以及民进党立委参选人 郑文庭议员都亲自出席参加 公贺十四位分别由暖暖区个理办公室 以及原住民推举出来的模范父亲 和十二位好人好事代表 市长谢国良特别感谢暖暖区个理的模范父亲 以及好人好事代表对家庭和社会的表率 感谢各位模范父亲们 因为您的辛苦跟辛劳 所以孕育了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家庭 在这边跟你们线上感恩 你们每一礼都是经里长跟团队推荐出来 代表里内表扬我们父亲最伟大的一个精神 跟助人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事迹 我们的好人好事代表 基隆市议会议长童子伟 更是特地带领市议员林敏勋 联恩典陈冠宇陈明健 以及国民党立委参选人林佩祥议员 一起在台上感谢受表扬的模范父亲 和好人好事代表 能够获得模范父亲奖是社会最好的典范 也期待在这个充满幸福及荣耀的时刻 向所有的父亲表达最深的敬意 每一位受到表扬的方法都不容易 我想都拉拔子女长大 也面对人生中的各项困难 那都一一的解决 最后我们也感谢我们各里的好人好事代表 你们都是我们基层林里最美丽的攻击 燃烧自己奉献他人 付出无所求的精神 值得我们所有人来学习 在模范父亲以及好人好事代表家眷等人 陪同下一起合影留恋 提前庆祝父亲节 爸爸我爱你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信赖台湾台船基隆厂企业工会后援会 接续成立 由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亲自出席授旗 对于日前祥峰街弹药库爆炸案引发的军营 是否应该迁移的争议 郑文灿表示 国防部会审慎评估军营迁移 也再次强调 政府对于基隆捷运的建设和基隆港区的改造会持续支持 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亲手将战旗授羽 信赖台湾台船基隆厂企业工会后援会总会长蓝许青 这是基隆各大企业工会届第一个成立的后援会 现场涌入500位支持民众 高普口号支持赖清德 郑文灿在致辞时 除了呼吁民众支持赖清德及郑文婷 让台湾与基隆继续走向正确的道路 对于祥峰街军方营区迁移及基隆捷运案 郑文灿回应表示 迁移问题应该理性讨论 国防部会审慎评估 至于基隆捷运案 行政院会持续支持 每个问题都应该理性讨论 我想基隆港对基隆人对台湾都非常的重要 那刚才我有特别说 那我们在过去的七年当中 那我们的出口成长非常高 那马总统时代一年的出口金额是200亿美金 那道菜总统已经超过400亿美金 那可以讲 这个我们基隆港是货柜出口的大港 那我们对基隆港的这个营运 还包括了邮轮的转型 那今年的邮轮的旅游也恢复了 那今年会恢复三成 那明年会恢复到八成 而且高端游客也更多来基隆 我想基隆正在呈现出一个复苏的情况 我们对基隆捷运 基隆港区改造 会持续支持 出席后援会的基隆市议会议长 同志伟与民进党立委参选人 曾文廷议员等人 对营区迁移与否也做出回应 因为我们有131舰队 我们基隆港就在旁边 我想国防的需求 必须尊重国防部专业的选择 那也跟我们基隆市政府 做都市规划都市计划 可以做深入的探讨 我想我们要兼顾海防的安全 跟都市计划 然后居民的安全 所以我们必须兼顾这个相关的责任 所以每一个单位都必须划分清楚 相关的责任以及厘清 然后我们必须保障居民的安全以外 我们也让国军的弹药 需要更方便的后送 我们要捍卫我们的国防 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有自主国防 这样的一个力量 难道错了吗 我们希望国防部 能够在专业的考量上 去评估哪些营区 必须要牵走 那在地方人士的一个意见反应之下 求得一个平衡 包括参选台北市立法院的台北市议员许舒华 及多位金融市议员也都出席这场后援会 同志委强调 台船金融厂企业工会是国建国造的后盾与推手 今年9月国造潜舰就要计划下水 是台湾国防安全的重要里程碑 这是台船的荣耀 也是台湾的荣耀 呼吁大家支持赖清德继续守护台湾民主成就 记者张旗藤金融报导 表现出爱有千种表达方式 在基隆大大小小的故事里是否让您感受到基隆是个处处有温情的城市呢 美丽基隆影片征选及摄影比赛活动 在今年已经迈入第六届 分为影片征选摄影比赛 总奖金高达29万元 现在就拿起你手边的相机或手机 发挥创意 透过镜头 记录属于基隆的友爱城市 充满爱 触动人心的故事吧 详情请下活动官网 民国九十七年才开始启用的 慈云寺大碑殿中 供奉了由中国名师 许席于精心雕刻的 千手千眼观音菩萨 千手千眼观音菩萨 为尊四面佛祖 雕工极为精细 信众参拜完大雄宝殿后 不妨进到大碑殿 一窥四面千手观音菩萨的 独特样貌 你的条件很符合公司的需求哦 下个月可以来上班吗 老板 你刊登的职缺写薪资免疫 请问是多少钱呢 薪水是 等等 公主开的薪资不到四万元 依法应公开薪资范围 只写愿意 愿意公司规定 都是违法的 还有还有 求职房片 请注意 三要七步 要陪同 要确认 要存疑 不找钱 不购买 不办卡 不签约 证件不离身 不饮用 不非法工作哦 基隆市政府关心您 想知道 基隆市政府各单位 正在推动哪些重要政策 大型活动 或是社会福利措施吗 关心市政做回来节目 特别邀请了产官学界 来讨论各项政策最近发展 也欢迎民众表达意见 让市民可以快速掌握基隆脉动 欢迎锁地 每周三晚上九点 基隆第四频道 关心市政做回来 基隆正兵渔港美丽的彩色屋 假日都是人潮 不过上个礼拜六 一名自小客车驾驶在正兵路上 先是跟机车擦撞 发生争执 离开后不到50公尺 又撞上停放路边的轿车和机车 警方到场进行疏导交通 调查事故原因 黑色轿车撞上一旁店家大门口 车头几乎全毁 保险感也脱落 撞击声吓坏附近的民众 他们两个有擦撞 所以他们看到他们两个车会 回来大概不接受的车一条 这个车车就要走 这个车车车就要走 因为他那台车就是这样直直的 开过来之后先擦撞到这台机车 然后他停下来有跟机车骑士 讲了几句话之后 他又上车往前开 那突然就急走 很急的走转完之后 就撞到店家的大门那边了 那整个过程非常快 那声音也非常大 因为我刚刚在旁边 大概很远的地方 我大家都听得到 正兵港旁的正兵路 29号下午 发生一起车祸 红性男子驾驶车辆从河滨岛往市区方向行驶 途中追撞到前方骑机车的男子 双方爆发口角 随后驾驶加速离开现场 没想到突然撞到对面店家骑楼 当场插撞路边一台轿车 五辆机车造成三户大门受损 原警到场 查处发现为 红线男子驾驶黑色自小客车 先插状辅动机车后 右撞击停于路边之自小客一步 及机车五步 并造成三间民宅大门损坏 现场两人青山未就医 偶然估计 酒精同步设置指挥 0.61毫克 全案刑案后 依公共危险队 及过失伤害队险 提送基隆地检室征办 好在这起事故 就造成多辆七级车受损 没有波及到路人 只是车祸现场 就发生在 金融知名观光景点 彩色屋附近 机房也立即到场 疏导交通 处理车祸事故 记者黄绍鸣金融报导 为了鼓励青少年暑假期间 从事正当休闲娱乐活动 新冠疫情后 救国团再次恢复 举办三对三篮球斗牛赛 分区开打 优胜队伍进入最后决赛 争取两万元的冠军奖金 为了鼓励青少年暑假期间 从事正当休闲娱乐活动 新冠疫情之后 救国团再次恢复举办 三对三篮球斗牛赛分区开打 机动室在安乐高中举办 高中男生9队女生5队 总共14队参赛 这个灌篮高手推出32年以来 到今年拍电影都很受欢迎 今天篮球是在各种不同的阶段 对今年朋友都有一定的吸引力 我们借此推动篮球的活动 这个活动是诱施篮球比赛 这个是全国的一个比赛 虽然说疫情已经停了一两年 没有提办 这次持续地在提办 非常棒 当然也对我们年轻人 这次参与的队伍 能够借着自己的底球会友 然后彼此切磋球技 当然表现好的队伍 也可以参加代表我们基勇士 到我们北部TTT参加复赛 然后到最后参加决赛 我觉得这是非常棒的一个活动 尤其年轻人体力也比较豐盛 让他们有个活动的正常的 抒压的管道非常棒 优胜队伍进入复赛和最后决赛 争取2万元的冠军奖金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感谢您收看众家新闻 我是吴俊松 再会 表现出爱有千种表达方式 在基隆大大小小的故事里 是否让您感受到基隆是个处处有温情的城市呢 美丽基隆影片征选及摄影比赛活动 在今年已经迈入第六届 分为影片征选摄影比赛 总奖金高达29万元 现在就拿起您手边的相机或手机 发挥创意 透过镜头 记录属于基隆的友爱城市 充满爱 触动人心的故事吧 详情请下活动官网 想知道基隆市政府各单位 正在推动哪些重要政策 大型活动或是社会福利措施吗 关心市政次回来节目 特别邀请了产官学界 来讨论各项政策最近发展 也欢迎民众表达意见 让市民可以快速掌握基隆脉动 欢迎锁地每周三晚上九点 即用第四频道 关心市政次回来 你的条件很符合公司的需求哦 下个月可以来上班吗 老板 你刊登的直缺写薪资免疫 请问是多少钱呢 薪水是 等等 雇主开的薪资不到4万元 依法应公开薪资范围 只写愿意 愿意公司规定 都是违法的 还有还有 求职房片 请注意 三要七步 要陪同 要确认 要存疑 不缴钱 不购买 不办卡 不签约 证件不离身 不饮用 不非法工作哦 金融市政府关心您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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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